哇 真的光啊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的千千 我最喜歡的聖誕節快要到了 這個月月底呢就是聖誕節了 然後我本人呢就是一個聖誕節孔 因為走在錄像的時候那個光裝飾 你就會整個人有種很浪漫的feel 那聖誕節快到了 我們當然要來久違的地獄廚房一下了 這種冷冷的天 濕濕的天 勢必要來個熱量炸彈吧 必須吧 要吧 要吧 我們今天要來做 爆漿熔岩起絲排骨 我們今天就來做這個 罪惡邪惡的東西吧 別這樣 我又回來了 討節步驟 我們現在做醃料 但你們要直接丟下去也是可以啦 因為其實我本人喔 其實也真的很不喜歡做醃料 首先你就是需要一顆洋蔥 一層一層一層的剝開我的心 有沒有看到這刀工 地獄廚房經歷十年 有十年嗎 然後呢 通常我們切好一個之後 我們不是會把它放在碗裡面嗎 沒有 我們這種洗碗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直接給它烤肉 我們來調料吧 首先呢 我們先來這個韓式辣醬 一匙 兩匙 四匙 我五匙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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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酒我就看個人看你要不要加 我就加個一點點好了 就是滿好 然後我們來打一下它 怎麼辦 要倒出來喔 不想要多洗碗 結果還是得多洗碗 不早說 好 完成了 你看 接下來我們這種東西今天就來了 我們的肉 二菇 我們的豬肋排 哇 這個肋排 好 稍微捏一下它 讓它整個都拌圓 幹什麼 這樣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用個保鮮膜直接進冰箱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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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時後 F One Day 就是基本上幾個小時都可以 反正你就是稍微驗一下就可以了 過了三天以後 GIME GIME 你看它的顏色顏色有多漂亮 它通常顏色看起來就很Christmas Christmas F F FIRE 現在我們來做裝飾 大姐姐喜歡吃青椒嗎 我喜歡 而且我很喜歡把青椒丟到泡麵裡面吃 可能會覺得這很邪門 然後接下來就是考驗刀工的時候 我們要用這個來當裝飾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做成星星的形狀 然後首先解釋星星這種是有一個秘訣的 我不確定可不可以成功 因為畢竟我也是第一次用 我本來 然後來了 拆一個水果 洋桃 Woo 不然解一個愛心 愛心應該就不會出錯了 來喔 穿酒保齡 你看… 有沒有很成功 有喔有喔 這很漂亮喔 終於成功了 I can believe 來 我們再解一個紅色的 他是一個人 貌子給我好嗎 我好重喔 我是有剪的 其實我覺得跟我的落差還沒有很大耶 我罩著這一個剪… 為什麼… 欸 那個男人 你對我這個當機有什麼意見是不是 來了 我們的肋排 哇喔 太好了 然後我們呢 要把這個奶油給它丟下去 原來這個是我們要煮熱牌的 我那天差點把它吃掉 好 接下來就是一個擺盤炭 再把花椰菜給它鋪上去 這樣子才有聖誕樹的感覺 最邪惡的怕來了 哇… 所以我們檢查的技術上也差了一點點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靠資本的力量 來 聖誕樹 完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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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一夜配了 冷冷的天 除了需要暖呼呼的食物之外 當然也很需要為自己點一個香氛的暖燈 為自己營造冬日的儀式感 Vena Candles 它是瑞典製造的植物辣 而且低溫蠟燭對於小孩子跟寵物都非常的友善喔 另外 它有非常多的味道可以做選擇 像是熱賣的麋鹿 極光 摯愛 以及今年聖誕全新限定的GAGIO 然後像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妖精口味了 絕對不是因為我之前被稱為台灣的妖精 是因為我覺得它聞起來的味道 有一點像清晨你在森林裡面漫步 有那種沉露的感覺 味道非常的清新 所以你在工作結束之後使用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幸好 還有這個實木的香氛暖燈 它是一個具有設計感 然後又有木頭溫暖的手感 所以它整體的搭配起來 可以為你的居家環境增添一種氣氛 然後它非常的適合濕冷的天氣 下班之後看到它 你就會有一種很放鬆療癒的感覺 聖誕節快到了 交換禮物準備好了嗎 Vena Candles有推出一系列的聖誕限定包裝 12月31號前呢在官網下單 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就可以立刻享有全贊88者最低優惠的 Christmas加碼活動 而且買單顆暖燈還送瑞典蠟燭唷 其中這個幾何香氛暖燈裡 CP值超高 因為它呢原價是3170塊 但是限時優惠只要1990 而且你只要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還會再打折喔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呢 所以你送你自用都非常的有面子 詳細的資訊呢 可以看下面的資訊欄唷 然後就說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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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bble And Happy New Year 完成了 看有沒有很有Feel 我跟大家說我剛為了把它堆成一座山 我搞超級無敵酒 我們在吃熱排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手套 用手抓才會有Feel And Happy New… 我就這樣子打起來 插到旁邊 沒地方可以插它 怎麼辦 我們吃最上面這一個 聖誕節果然就是 寒冷的冬天就是吃這種熱量炸彈 熱排滷得非常的軟 然後起司的奶香味非常的夠 好好吃喔 嗯 這樣的比例我覺得調得非常的剛好耶 我們來撈一下旁邊的花椰菜好了 你看這個 下面是乳酪絲 乳酪絲的鹹香味真的很棒 像我剛剛煮的那個起司 它的鹹味就稍微比較低一點 比較偏奶香味 所以你喜歡鹹甜味再多一點 你可以加一些乳酪絲下去 或是放一些海鹽下去 我覺得味道也很棒 嗯 I'm happy new year 喔 很好吃耶 我嚇瘋了耶 我剛剛唯一感到挫折的地方 是我剛剛用三排不太起來 因為它一直滾掉下去 但是呢 三排好之後 我覺得一切就非常深 喔 你看這一塊 起司整個撒滿這一面對不對 然後你再翻過來 你會發現 肥肉跟瘦肉的一個結合 而且我的聖誕節有好朋友耶 你看 我有蠟燭溫暖我的心 我還有聖誕老公溫燈露在旁邊陪我 聖誕節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交換禮物 你們說過最爛的禮物是什麼 欸不對 我應該問最好的 因為大家都是問最爛的 嗯 香了嗎 我覺得這種聖誕節 大家一手這樣子抓著吃呢 我感覺真的超棒 你看這樣子 優秀 搞得欣欣真的好醜 我怎麼會講 你看這一塊 多美 然後你看另外一面 嗯 啵啵啵啵啵的 新年… 聖誕快樂 要不要吃 啊 不要是不是 不要就算了 旁邊還有醬可以沾耶 你看這個 哇 欸 我覺得我這吃的醬條超好吃的耶 我覺得我這顆很醜的心情擺在正前面 我跟你講當你東西做得跟我一樣擺盤很不好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Venna Candles 因為你看擺在旁邊整形看起來是不是多有質感 我每次煮出來的東西都是這樣子耶 不然就是很不好 我就是應該去上一下美感課啊 嗯 如果聖誕節一人出一道菜 你出這個一定很厲害 但是記得就是要馬上吃掉 不然它就會冷掉 有沒有人可以陪你一起過嘛 如果是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好像就不用擔心這個了 但自己一個人過聖誕節還是很有Feel啊 很邪惡的來了 但是花椰菜那種超多起司 像我有點意外 我覺得好像是如果整個那個 滷完之後比我想像中少耶 其實已經算多了啦 只是我本來以為會派出更大一個聖誕書 還有這個 應該要來飄一口脫骨 厲害了吧 好吃不然好好吃 但嘴巴還真的是會有點酸 就是喔 我剛剛在想說我問大家說 收過最好的聖誕禮物是什麼 但我腦子想一想 我好像沒有收過 我覺得哇這聖誕禮物好屌 但我本來好像都是二稿的 大家都很認真 所以二稿的印象就很深刻 好的禮物倒是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 我覺得我跟這個蠟燭配在一起 我在它旁邊 我覺得整個畫面看起來很漂亮耶 聖誕老公公 請實現我一個願望 我想要看Super Junior的演唱會 已經剛辦完了 我有去 我想要買Black Pink的門票 No 不到 我想要買菜 No 買不到 我想要買我有點不到 奇怪的人 有沒有 下了雪的樹 聖誕樹 就拿著聖誕節快樂 唱快 大家知道嗎 現在考大家 是痛快不是唱快 大家知道我在講哪一首歌嗎 噔噔噔噔 痛快 還是噔噔噔 唱快 就在這裡 超大一塊起司 起司再配可樂怎麼可以這麼的搭 啊 這裡還有一塊星星 我們跟星星說拜拜 好 我們的最後一塊肉 剩下這些都是醬 我等一下再慢慢配起來都已經配掉 你的最後一口 當然就是要把這骨頭給刷起來 一口給它拖 吃完了 我們這一次做的 喔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我剛剛是不是沒有講它的全名 我現在在炭 火 爆漿火山 熔岩 起司 排骨 聖誕樹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在家裡做做看 因為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還要好吃 而且我覺得樂扒真的要燉久一點點 它的軟度才會夠 因為我今天吃就是 真的就是一口把肉全部都吸起來了 然後如果聖誕節一個人空虛 寂寞覺得冷的時候呢 記得可以買一下我們的 Vena Candles 因為它是瑞典製造的植物辣 然後我自己覺得送禮跟自用都非常的適合 重點是它的香味不會 沖你鼻子 然後它還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因為大家有興趣真的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這一次有給非常優惠的組合價 大家可以在資訊欄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們呢 有做做看這個爆漿熔岩熱 爆漿熔岩 火爆漿 可以在IG tag我 然後呢 先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記得在底下留言跟我互動一下 We We Share Merry Christmas We We Share Merry Christmas 其實我應該要跳個BTS的File 但我沒有練 我最近有練這個 好 對不起 我們等它滾 笑什麼